Hello 大家好 又到星期三晚缺戰中環 但因為時間有限 不好意思 其實是錄影的 所以早了一天 但基本上都盡量貼士 熱門話題我相信明天會不會爆發特別嚴重 但今晚預先和大家訪問明天會發生甚麼事 我承接上次會繼續說貿易戰爭 這件事不會悶到大家 因為有很多人不明白發生甚麼事 有觀眾問過一個很過癮的問題 在貿易戰爭中金融的戰爭又如何 問到一件事 剛剛中國開了 可以CDR、大牌、騰訊 可以回到中國掛牌 到底是甚麼意思 這個慢慢和大家說 稍後馮博會立法會內望 跟進一下 大家都知道今天剛剛一地兩檢草案 法案委員會 標籤劉會 泛民站在門口不進去 說不進就不進 大丈夫 好那時很多事很好玩 先說一下國際大洗熱戰 中國正式宣布對美國的貿易措施 進行反擊戰 問題是上次我們果然沒有猜錯 雷聲大雨點小 好像百多樣產品都說要徵收額外關稅 不過這樣 最關鍵的幾樣 打死都不會徵關稅 有些事情上次說過 這個大豆 即是黃豆的基礎食物 飛機 又微精關稅 很過癮 能源都不能加 所以你會發覺 其實中國對外依存 那幾個重要的事情 基本上是完全不敢和美國還拖 所謂收是收甚麼呢 紅酒、水果、急凍肥豬 那就帶領下 又有人下來掃貨 第一,你真的下來掃貨 有些東西是不需要掃貨的 有些東西是不需要掃貨的 其實紅酒呢 你禁不禁運是沒有分別的 不是啊 而原因就是 我問過我法國的朋友仔 他們賣紅酒 他們自己酒莊出的那種酒 國內的銷售總量 是他們生產量的十倍以上 已經減少了 那他用不進口呢 所以這個所謂紅酒限制盡口 是否限制盡口不大 都是混出來的 所謂的 是國產的 搞清楚 所以應該有機會 那些人還可以吃多豬 那些人 吃多豬就加價 國產還要加你價 死味 所以這些東西 只是中國人欺負中國人 而已 欺負不了外國人 那些 加火豬豬 那些東西 其實不是重點 我上次也說過 中國最要命的 就是基礎 條件不足 所以你發覺 你不讓人入口的豬 意義不大 最重要 就是豬的資料 你不能限制 否則養豬也養不到 好 剛剛才檢查中國進口大豆的比例是如何 大家記住 中國進口的大豆 中國要靠85%是進口的 而其中有兩個大國家佔中國大豆進口的重頭位 在中國進口的萬多噸裏面 中國用的大豆萬多噸裏面 85%是進口的 其中9000多噸 由兩個國家佔包辦 第一大就是南美洲的巴西 農業大國 大約有5000多噸 第二大就輪到美國 是4000多噸 加上9000多噸 佔中國進口大豆的大豆 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國對外依存去到什麼地步 我已經上次講過了 就不要以為中國要大豆要點豉油 這個 飼料 澱粉 基礎食物的材料 加工原材料 其實在大豆 玉米 果類的菊 而大豆尤其是重要 所以可以看到 先前已經有一個說法 中國萬一惡起來 要反制美國 只要他宣布禁止大豆進口 或者徵收大豆進口的稅 美國就會自己跪下 問題是 聲稱會影響了農業州份 特朗普的票倉 對 說了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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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是美國竟然笑笑口 收你外匯 不收人民幣 搞笑了 是收你外匯 依然進口這個大豆 而另一件過癮的事 中國沒有美國買大豆 其他國家買大豆 巴西 例如 表面數字是對的 但一樣計算了 巴西自己舉手投降 能夠出口的 已經盡量出口 難道巴西不用吃飯 其實你可以看看 巴西本身的農業 條件相對落後 不是土力不夠 機械化 私肥 自動化 倉儲物流 比不上美國 雖然巴西是第一大出口 去中國買大豆 但要再增加出口量 完全替代美國的進口量 是不可能的一件事 上次已經劇透了一點 一帶一路 其中一種重點向外擴張 其實不是貿易不貿易 不是只在歐洲那麼簡單 是沿途的國家 有很多都是農業大國 例如去烏克蘭 包了人家最大的國營農場 八百多萬公頃 專門用來種食物 運到中國 所以看得到中國餓到什麼樣子 就不是高端 自己混合了紅酒 不是那些東西 所謂反制 基本上是虛妨一招 中國是基礎食物原材料 所謂食物鏈的上游 是無助 大豆已經知道 而另外一個質影 也說同樣類似的東西 也看得很清楚 其實數據沒有騙人 大家看清楚 中國除了要現成進口這些農作物之外 另外一樣東西也很重要 也是要靠進口 它本身的農作物所用的化肥 化肥 你不下肥也沒得玩 中國的化肥百分之八十五 都要靠進口 又是這樣 中國全世界最大的化肥使用過 但是效率是極低 是低到什麼程度呢 中國用了全世界百分之三十五的化肥 好玩吧 但是居然就正如剛才所說 它連大豆也做不到 都不夠 發生什麼事呢 使用率是很差的 它有沒有報大數 有沒有轉手逃利 會不會轉賣 不知道的 到底中國的農業發生什麼事 很明顯結構性的風險極大 第一 總體依存度好像不太高 但是個別戰略物資 尤其是重點的上游物資 是嚴重缺乏 即是掌頸就命被人捏著春袋 人家不出口 基礎農作物給你 一定餓死 第二 基礎農作物還有上游 化肥 肥料 你沒有肥料 中國水土流失幾嚴重 大家心對有數 什麼加火魚就知道 沒有這支歌仔唱 中國用了全世界百分之三十年的化肥 但是居然食物不能自給自足 你想想 美國人就算他不禁運 不跟你打賣給戰略 不賣大豆才算 他不說你賣化肥 你一樣死鬼給他看 所以你發現 如果你看美國的化肥行業裏的報告 就認為一個很過癮的數據 美國佔了百分之幾 這個值得換味 到底中國對美國的依存是多少呢 可能超過百分之二三十以上 都是要靠美國 身體最誠實的 肚腩也很誠實 中國所謂的報復清單 你說到天花龍鳳 百多樣貨品 固自然假的 無牌的什麼都有 反正你都 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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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什麼盡後 自己作就已經可以了 所以是盡後不盡後 不是重點 雖然貿易看起來好像很大 但絕對並非關鍵性的物資 之前蕭公也寫了一些文章 說石油 有幾個重要的範疾 大家以為是緊張的 例如現代化的資源 石油很重要 軍事很重要 武將打臉 原來食物是這樣的 食物要入口都知道 應該說相類似的概念 加課 石油對於工業正如食物對於人類一樣 都是原材料 沒有了石油 工業行不動 車行不動 你不要說全部自動化才行 車入柴油的 入電油的 車行不到 工業有什麼好說 有很多機器 諸如此類 生產設備處 沒有石油 基本上是行不動 況且你這麼大隊海軍 加火遼寧 這麼厲害 耀武揚威 你試試不進油 發生什麼事 這也是逢我提醒 除了食物對於人類的重要性之外 這就是石油對於工業的重要性 而中國的石油儲備 基本上上次已經說了很多次了 其實只有30天左右 其實只有30天左右 即是山製不讓他入口 30天他就沒有油 只會跪下 沒有仗好打 就算好像希特拉那麼厲害 打閃電戰才算 你也不要說30天去打平全世界吧 你打完都拿不切油 沒可能的 就算小國小日本 石油儲備過百天以上 即是三分一半年 近乎半年 你不入口原油 日本不會死的 況且別人都不是軍事強 也不需要那麼多油 但你要做軍事強國 你沒有油 開玩笑 所以這也是提醒大家 為何中國不敢貿易 打貿易戰爭 沒有條件打 就這麼簡單 剛剛回到剛才的話題 馮波提醒我 鬆我爭 為什麼效率這麼低 如果是一個體制的問題 腐敗問題 大家未必這麼快聯想得到 我講一個很簡單的個案 給大家知道什麼事 中國其實不是不想增加石油儲備 中國是花很多錢買石油 或者買石油資源 包括搞到何志平被拘捕了 就是因為他去非洲想買石油 出到這些手段 出到這些人物 出到這些白手套 去非洲賄賂油獎 然後買石油 搞到這麼難看 即是飢餓到什麼程度 大家可見一班 但腐敗到什麼程度 大家是想像不到 例如中國其實有一個國營機構 叫做中國石油儲備總公司 但是這個石油儲備總公司 這麼多的錢又幹嘛 記不記得剛剛撻中環中心 搞不定 賣不到尾 結果原來背後是誰呢 爆出來 四百多億天價買中環中心 那個所謂央企 原來就是中國石油儲備總公司 結婚公司 叫做一帶一路 基金公司 甚至隨便製作公司 但背後就是石油儲備總公司 你看看 那百多億 即不是買罐頭的問題 你知道有些議員好像說 不用這些錢可以買多少罐頭 我反過來問你 你不用那百多億去買中環中心 你可以買多少罐石油 想想 明白嗎 所以一看就看到 所以後來見光死 中環中心的交易一暴露了 背後是誰呢 馬上抽頭走人 不敢埋尾 你想想 中環中心那件事 有很多外行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甚至是天價 天價到什麼地步 就是先前 李嘉誠的業務重組 和旺和長江地產分家的時候 中環中心是做了一個交易 當時交易作價只不過是一百七十多億 大家計算一百七十多億 事隔不夠兩年 真的事隔不夠兩年 還未到 還有一個過程 我自己第一手治療 免得別人殺了滅口 其實問過了李嘉誠那些人 他一百七十多億 當初可以勾出來 等於拍賣地 勾出來 沒有人問 每個人以為李嘉誠不肯賣 我們找一條勾 勾到 他真的肯賣 居然肯賣 可能不知道大家差異 但賣出來的價錢 其實當時說是二字頭 是二字頭 甚至拉鞋到最後 大家拚命去爭的盤 是爭到二字尾 給了你三字頭 未到四字頭 四百億個一百億額外 是怎樣的 只不過是因為中環中心 全香港中環區 剩下少有的命名權 還未賣出來的 也就是說石油儲備總公司 是浪費了一百零百億額外的錢 是為了買中環中心的命名權 你算吧 你怎麼算 也算不到這條數目出來 李嘉誠當然是笑呵呵 別讓李嘉誠跑了 不過他就跑了 他就退休了 訂金就收了 你終於可以不賣尾 問題是隨時賣不到尾 這個側影告訴大家 一件很過癮的事 就是為何中國 這麼多的資源 是沒有辦法產生效益 你明白嗎 我不知道有沒有賭賣 但有諸如此類的事 問題是作為 肩負國家石油儲備 重任的戰略地位 這間石油儲備總公司 他花了百多億的日價 只是為了要中環中心 這個地產項目的命名權 大家明白了 中間的水份去了哪裏 你會發覺 我覺得很開心很好笑 家和明 但部分觀眾還未明白 為何經常笑笑口說 國家災難的事 香港從來都是發國爛財的 各位 那些冤枉錢 如果不流來香港 我們哪有這麼肥仔稅 既然大家是發國爛財 我更加不會介意 所謂效率低 使用率低 尊而此 如果國家是有任務給我們 不要緊 我們是財務顧問 就幫他搞定 他不賺 他不賺我們 我就坐在那邊 逼我收錢 無所謂 同樣道理 大家明白一件事 所謂貿易戰 第一 香港人千萬不要自亂陣腳 以為貿易戰 香港會死定 以為夾在中間 變成族人之 諸如此類 其實不是這樣理解 有很多事都經香港完成 剛剛家和上次踢爆了 接濟北韓的郵輪在哪裏開出來 又是香港資產 貿易戰裡有香港資產 總之要捉白手套去打他 發覺香港作為中間人的角色 發揮臨漓盡致 姑且不說無間道 但實在在整個環球佈局裡 戰略物資的衝突裡 我不算是貿易戰 只是戰略物資的衝突 在這方面 香港絕對是賺兩家查理 看得到 會不會因為香港太一面倒親中 結果被罰了一份 是有機會的 所以大家賺錢也不可以聰明一點 不要整天額頭作著愛國兩個字 找自己笨 額頭作著愛國兩個字做生意 是煽到阿爺一動也沒有 人家看著你來打 阿爺有什麼運行 正是何之平 日日夜夜叫愛國 結果去非洲賄賂的油獎 就被人不歪了 阿爺有什麼好處 完全沒有好處 所以大家看看石油也好 食物也好 花肥也好 甚至什麼鋼鐵 那些東西 其實中國對美國的依存度 是大到不得了 中國是不敢在範疇中開火的 交過麥克風前 我再講一些側面的事情 先前有一個說法 就是打飛機 如果中國不買美國的飛機 美國就糟糕了 說一說 你糟糕的現象 反過來想你明白為什麼 中國其實不可以不買美國的飛機 就是這麼簡單 你不是以為中國真的會造飛機 打飛機有份 所謂中國做得出來的飛機 顧之然 你覺得所有的戰鬥機 其實是抄俄羅斯的 大家都明白的 桌底有多少交易 大家都廢鬼事講 中國事發流入戰略 或軍事科技術 自給自足 大家都不知道 包括航空母艦 都是二手拖回來 都是俄羅斯的 過癮為什麼加科 如果在經濟戰略佈局裡 最高端的 我不當你手機 最高端的 就是當你最新款的噴射客機 最大激者的效益 其實中國是做不到的 有些人說 不是啊 中國不是出了一個C190 沒有那些威風 但是國內的網民已經踢爆了 不用翻牆的 是不用翻牆的 國內自己的網民已經踢爆了 就是中國飛機做出來的方程式 90%都是進口零件 有哪些不用進口的 你的椅子 你的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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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玻璃的進口 抵受不到高空氣 所以基本上 整個中國大型客機製造的價值鏈 依然在波音和空巴手上 就很不甩的 所以他有什麼辦法 要發動貿易戰 因為他發動貿易戰 就是找自己笨 所謂不買飛機 有一本次不買零部 見得笨 令中國一樣做不到飛機 同樣道理 為何到今時今日 依然雷聲大 雨點小 擺個姿勢出來 百多樣商品 我要限制入口 我要加稅 那樣 最後美國人 真是不太屑 為何 都未見真章 夠膽不要入石油 不要入大豆 不要入飛機 笨 所以記住這件事 大家千萬不要自領陣腳 香港人這時候是要賺錢的 到底哪些東西 可以互相炒賣 倒賣 記得玩這件事 絕對很好玩 另外再說回一個最後話題 先轉給鳳凡 不好意思 慢慢慢慢 觀眾最想聽的 金融戰線都怕香港會失手 一是騰訊 那些大頭 全部都說要去中國掛牌上市 大家鼻孔都沒有肉 你不在香港掛牌上市 就跳樓不行 當然不是 傻瓜 他掛牌的產品 叫做CDR 中國預托證券 有先例可以看 先前有ADR 美國預托證券 是甚麼意思 其實上市地點 依然是香港 沒有變過 是香港證監 香港交易所 監管機構 容易在香港上市 就這麼簡單 香港法律監管 香港上市公司 騰訊也是這樣 ADR 美國預托證券 是甚麼一回事 我的股票就不會直接在美國買賣交收 因為那裏的確不是香港交易所 那怎麼辦 我就做一個另外一個認購證出來 為甚麼認購證 另外給你一張紙 這張紙可以買我的股票 實際上它不是真股票交收 它只是一個認股證交收 變成那邊掛牌上市 其實是香港股票的認股證 因為它不需要實貨交收 它認股證對認股證 還有照鏡的 即是一股匯豐 一股匯豐 一股長江 對香港一股長江 這些所謂的如託證券 其實就不關香港事 都不會影響到香港 但有一個好處 間接影響到甚麼 就是如果你的如託證券 在外國掛牌買賣的話 那個價值是高於香港的價值 就會有兔凳 它真的可以在香港買股票 來那邊對數 因為你國際交收很過癮 在這樣的情況下 那邊的水漲船高 香港都會水漲船高 所以變成有很多大型藍籌企業 在美國發行如託證券 就令到香港市值大增 第一 沒有辦法直接買股票的人 可以買如託證券 結果你都是上市公司收錢的 你的股本也是增加了 然後你用的錢又多了 生意便更好 成本便更低 是這樣玩金融遊戲的 好了 現在反過來到乾坤大萊爾 美國市場不是最吸引 我們是中國行不行 又行 對香港來說是無所謂的 因為那個主體上市企業 依然在香港 他那邊負負責科稅 他只是買認本證 只是在交易 你用增股票 但反過來 所謂負責科稅 香港上市企業 第一次收多了錢 第二 中國裏面沒有什麼好買 你明白嗎 買奶粉也炒了一鍋金 香港優質上市公司 拿它給你買 就算是如託證券 你也會炒菜猛 中國裏面太餓 好的證券 沒什麼好 老實說 真是假的 否則不會熔斷 結果中國裏面的股民 求財若渴 你給一些好質素的股票 即使只是一個如託證券 不是真股票 他照賣 照炒照賣 無所謂 在這種情況下 香港拿去國內 發行如託證券的那班傢伙 香港的油水像船高 明白嗎 這又是欺負中國人 明知你沒有本事 直接來香港買股票 我給一件先用 即是代著先 他照顧 還很高興地付錢 在這種情況下 香港的股票市 就不會入外水像船高 明白嗎 所以這件事 我不當法國爛財才算 其實就好過你回去上A股 上A股 你就是中證監管 你真的會死 像萬達一樣 香港退市 以為很威威 走去大陸上市 又多幾十倍市盈率 問題就是 中證監說不給就不給 結果兩頭不到案 結果要找孫黃斌 去做白武士救他 問題是其他 香港上市的發展商 恆大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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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大了幾倍 你就縮了水 不見買 所以看到中國的股票市場 恐怖地方 是什麽 跟這個奶粉一樣 你千萬不要給他真東西 你給他真東西 他不會玩的 你給他些 先代著先的工具 香港這件是真的 香港又贏了 記住 各位港豬 真的不要掌他人志氣 而自己威風 即使這個強國 無論把口多硬都好 第一 身體最誠實 錢放在哪裏 就是這麽簡單 這件事 提升大家 貿易戰 雷聲大魚 製造一下波幅 對炒股票來說是好事 下就買 上就買 下就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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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簡單 你來來回打橫行上樓 上樓上樓 你賺錢是你的事 這些就不用說 我送錢給你花 大家真的看清楚 背後的數據 大家就不會亂了 這個張法有排打的 回來香港先 下香港先 本地的戰雲 又打出火花了 有兩件事進行 第一件事就是一地兩檢 錶蓋 那一刻叫做 渣流灘 走火 塞火開不著 好有趣 今天又留會 留會 是不是又是泛民搞鬼 我常常不明白這個邏輯 即是建制是打死不去開會 要泛民代建制去開會 然後通過建制想通過的東西 有意思嗎 什麼時候泛民有責任 會通過建制想通過的東西 好笑 建制自己不去開會 然後說泛民應該要去開會 然後泛民不肯去開會 還有一件事是他反對的 他有什麼責任幫他通過 他有責任令你開賭會 所以回來也很過人 很吊詭你的問題 到底是誰在搞拉布 對 還有你很忘記 你建制要走他一定能走得到 他一定能走得到 他救人的 按照他說大多數政黨 極度奇怪 不是大多數 DQ到你大多數 已經 DQ完 原來都是 DQ原來都是這樣的 只要他不想開會 他也是不開的 只要泛民不想開會 你一樣會死 我從來都不覺得他可以令到他立會 一定是建制不到的 怎樣去泛民 都可以 打死了 到底誰在拉布 麻煩 所以今天一地兩點 那個委員會開不成會 留了 林鄭口口聲聲說的三部曲 何時完成 現在這一部似乎繼續卡住 繼續在膠著狀態 但之前又發生了一個插曲 又有什麼插曲 不是說 已經試行 洞都轉了 洞都轉了 後門都開了 準備自出自入 這是中國 跳出跳入人 最厲害是跳線 竟然被無線記者進去拍了一小時 等不到車 嚴肅跟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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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進去等車 證明只不過他沒有染雞籠 無線記者 其實很欺負地 他沒有生涯 大家明知道大台不會踢爆這些 問題原來很欺負地踢爆了 就是這個所謂封閉式管理 是自出自入的可驗 如果無線記者都可以自出自入 洗頭艇怎麼辦 托著一部機影 都可以 沒有人見到他 托著一部機影 大無私樣 很奇怪 沒有人給他 那裡可能有些異道空間 大家看不到 黃泉 你看不到 玩念力 大家黃泉相見 黃泉不見 在這個情況下 真正 第二天 你不用回鄉證都可以回到大陸 應該 沒有人見到 原因就是 如果無線記者 沒有准許都可以在月頭 真的入中國境內 照計是禁區 在這個情況下 長毛不用拿回鄉證了 應該 在那裡展示平反六四 所以各位 恭喜 恭喜 從此可以在中國的領土 展示平反六四的標語 如果在那裡 就是 香港的西九 黃泉相見的西九總站 對 很厲害 甚至有機會 可能偷渡上車 回到大陸 你想想 一地兩檢 照計上車 就等於清關了 是不是 除非 你留在巡車 巡車看不見多 不知道 如果這些椅子 你捉不到 問他上車 就上車 一個很過人的現象出現了 如果長毛 偷渡回大陸 然後北京 平反六四的旗 會發生什麼事 這件事很好玩 所以記住 這個所謂西九事件 暫時還在開始 有時間搞 是會令中國很頭痛 可以令中國很頭痛 那個地方 還有 一些人之前 也有朋友去試過 在禁區 在幾個禁區裡 類似是酸毒 又是六四那些東西 那有沒有事呢 好像又真的 又不知道 很灰色的 又不知道 大家如果在那幾個 綠地的過境 那幾個 中間那條橋 那條叫內河橋 過了去就是被岸 內河橋 在那條橋上面 到底是屬於哪一個呢 好問題 照計是 哨江前哨江後 有分的 有分的 你過了去就看到 他就定在中間 是啊 即是說 就算有橋 叫禁區 但其實你在河的中間 如果想割開香港的那邊 他不敢過來抓你 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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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跳下去 叫蘋果六四又跳下去 這樣 跳下去 越走越近 等著抓你 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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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沒有犯犯 跳出蘋果六四又收回 你左差萬東 這麼區塊都清理 唯一就是 你繞亂 禁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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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賦予警方的權力 或者海關權力 可以清走你 有禁區的負勵 有人挑戰 這件事 之前已經玩過下樓的人 肯定之後 一定會有人再玩 玩 玩玩玩 玩玩 玩大一點 直接偷渡上高鐵 回北京 啪 吃氣 看看會發生什麼事 九疆你才算 煩惱朋友 什麼聲音都不敢出 之前喊 那一句都不敢喊 現在反過來 有人去了台灣喊 對 這個很神奇 這個都要說 很神奇 似乎有一個非正常的反應 做了幾天 大台都配合做了幾天 全面配合 很明顯 一件這樣的事情 怎麼可以做了幾天 要做它 說了 就是做了 很明顯有些事情要做 本土的那些人 這件事很不強 不強 還有什麼呢 當時他們這樣說的時候 又不要叫你們這些人出來 抱我言論自由 對吧 又說你們這些人是鬼 又要收錢 老闆 又說給個藉口 藉口 藉口 結果現在又如何 一樣是這樣 難道你說大教授 說什麼 其實大教授這件事 很過癮 從之以後 你說什麼反對的事 都變成港獨 這些事 前年已經是 前年已經是 所以我想今時今日 才是醒覺 會不會遲了一點 這是一個很遺憾的警覺 其實說真的 你說原則 如果你說言論自由 當初人叫港獨 又不要見你保護他言論自由 只是說DQ4 不是DQ6 各位大佬 搞清楚 那兩個不是人 所以說 泛民今時今日 中瓜 得瓜 中鬥 得鬥 現在終於被人追殺 讓他了解一下 什麼叫追殺 但是有一個很過癮的評論出現了 就是說 你敢來追殺戴耀廷的話 反而是會令到港獨更形活躍的 是一個起死回生的手段 是否至諸死定而後生 我不知道 其中一個講的就是苦肉計 令到港獨不要真的消滅 不可以 不可以真的沒有港獨 上天 馮國都講過 維穩部隊 你沒有人造反 維穩部隊 吃西北楓 上集講的故事 真人真事 國內的異見人士 你不要閉嘴 一隊人招呼他 一隊人招呼你 養悶很多人 竟然我真的要走 我可以走了 我走了 不跟你玩 然後說不要走 嘩 不要走了 我們要吃飯 你給我一點時間 我們要預備一下 大哥 香港很慘 你就可以去外國 我們不行 不行 又做臥底 又好像學院 這招 所以其實國內 很簡單的數目 大家都知道又不用翻牆 另外一樣 國內的維穩費 是比軍費大 養活多少人 大家心裡有數 養活的人 肯定比軍隊還要多 配備有什麼軍隊那麼好 我不敢說 肯定養活的人 比軍隊一定會更多 就是維穩這件事 所以香港類似情況出現了 如果港獨真的不存在 就很多人會失業 收小很多維穩費 此其一 另一件事 又是誤打正著 為何會令港獨重新 燃起新機 記不記得很多年前 大家可能不再覺得 這麼熱衷 說這件事 為何法輪功發生什麼事 法輪功 為何忽然之間 會大受歡迎 正願的大受歡迎 為何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因為他可以申請政治庇護 拿到美國 搞清楚這件事 所以有社論已經說了 千萬不要把戴耀廷玩得那麼大 原因是你玩得那麼大 捧他越高 即是他隨時拿諾貝爾和平獎 你想想大教授以他的Quality 說真的說難聽些 你要執業他死給你看 教書都還可以 問題就是忽然之間 變成一個國際紅人 站在極權抵抗的最前線 王之鋒算是什麼 忽然之間變成大耀廷 帶著光環 第二個問題就來了 世界各大高等學府 都等著出拼書 流亡 流亡學者 吳爾開希 現在台灣正在教書 黃丹 黃丹 在這種情況下 其實加冕了這班港獨分子 令到有市場 明明你已經截了他的戶 明明已經關火 蓋了檔 現在你再製造市場給他 如果市場更高檔 去外國 政治庇護 還要隨時入訪問學者 那你說 會不會每個都爭著做港獨 免費移民 不成功不收費 我簡直是免費 我可以幫到你 我可以幫到你 記得叫港獨 真是想什麼鬼 隨便 所以我們不用在這裡先封點火 不用我們先封點火 美國大使館等著出簽證 等著出簽證 讓你流亡 香港終於有出口 也叫政治犯 一直都沒有 難一點 終於都有 除非他玩 如果他玩到這樣 又開了另一條生路 所以你說文革會再來 好可怕 這是其中一種想法 但第二件事 你夠膽死來 又是玩自己 以後誰敢跟香港做生意 如果不敢跟香港做生意 中國又斷米露 於是我要問一個很過癮的問題 那大家的外國分子 是不是想斷爺米露 又說貿易戰金 大家知道什麼事 如果不想斷爺米露 你不想玩這麼大 玩得差不多 我看他會不會收手 因為其實在香港 一直在國際上 都是區別對待 是啊 有兩個很重要的基礎 第一就是中英聯合聲明 國際認可聯合國備案 搞清楚 就是有一個兩制 這個大家都知道 他現在說不生效才算 大聲效的 他只是說而已 第二個就是 美國香港的法律 香港關係的法律 香港關係的法律 又不是跟台灣 未到台灣的那個級數 但是他將它跟中國大陸區別看待 視為和中主國有不同的一個司法管轄區 一個政府 這個其實是 基本上是香港 作為一個 國際上 承認你是一個地區 有自己的一個獨立身份 有些事情 比如你說區碼 你已經有特別了 你打電話 你各自有區碼 你寄信 你寫香港寄到你的 沒錯 你基本上 你貨幣 各方面 基本上別人當你是獨立的 這個不是 事實上是 事實上是 很多人說不是 事實上是 不簡單 結算貨幣 除了這些貨幣 還有金融結算 每天這麼多 股票買賣 隨便入入 你不是用港幣結算 銀行的貸款 另外還有 就是港元的儲值功能 因為港元的含金量很高 港元的外匯含金量相之高 香港港元是靠外匯儲備來撐氣的 為什麼有很多國家會入港元 除了貿易的需要之外 其實那個儲備本身 不知美國 美元的挖勾 但是港元的外匯儲備 那個基礎是很強的 所以為什麼港元會有人儲存 不會有人存 就是這樣 因為國際貨幣是這樣來的 因為含金量很穩定 很穩定 它有條件的穩定 當然它存了幾萬億在這裡保護它 反過來 強國或貨幣很強 但借太超過GDP的300% 借到爆 但是政府借 企業各企借 各國借 各都借到爆 所謂儲備是怎樣來的 想清楚 所以你計算那個Net Access 可能是負數 你的資產正值 你自己計算 可能是負數 問題就是它強國 那豈不是威風 但為什麼沒有人儲存人民幣呢 再結算貨幣 再結算貨幣 你港幣隨時比它更強 有一種說法 就是最近中國民謀 希望石油進口用人民幣結算 大家都會問一個問題 收了中國人民幣買什麼加貨呢 他出口的那些傢伙不想收人民幣 想清楚 你找人民幣給他 他問他要美金 想清楚 所以中國出口是入美匯的 是啊 他就是想收外匯 他不收外匯他會死 他自己都不收 他自己出入人民幣 入入人民幣 你以為他真的很爽 他一點都不爽 所以在這個時候 我覺得有些 讀不讀立 說什麼 我覺得 這個時候 大張旗鼓來搞他有點奇怪 所以唯一的合理解釋 正如大教授自己說 希望幫23條命開到 還要再辣過2003年的操告 加強版 加強版 而事實上也看到 有些端倪的一家科 殖民地留下的官吏管治 都有很多很強橫無理的地方 大家可以感受到 DQ這一下 他根本不用等法官出聲 他是一個選舉主任 就可以DQ你 你明白嗎 因為英國的法律是講授權 你合法地授權 選舉主任就是合法地授權 總之他認有可以DQ你就是DQ你 這就是所謂惡法 你什麼時候英國會用這件事 只不過是因為香港 拿著來用 然後又交給人大去釋法 那就有權 你明白嗎 所以現在香港的殖民地條件 和情況 比英治的時候 倒退更多 更殖民 更殖民 人家那樣叫文明的殖民 也叫野蠻的殖民 都是殖民 轉一個話題說一說 近來網上又有一個影片流傳 有一位人兄 叫張維惠 張維惠 上海復旦大學 是一個學者 威水 涉戰群羽 涉戰群羽 宣傳中國夢 中國夢 就是中國比外國更先進 對 奪回這個話語權 你上海復旦而已 不是 他最出去 當然有影片在裏面看到 但對香港人被人笑到 脫掉那些他不讓人看 對 什麼蝕賤群羽 類似是 去笑咎外國人 笑咎外國人 你的民主是不合理的 對 我們才合理的 我們的強權有合理的 強權有合理的 他就是這樣 這個也有些 這個也反映了國內 你上去看的事情 反映了很多人的看法 對 感覺 很多人點讚 中國政府 中共一向都宣傳這件事 宣傳做得好 之前我們有孔子學院 被人掩蓋 被人掩蓋 這個時候又出了 這類型 這批學者有幾個 大學者他們是受過正統的西方精英學術訓練 受過的 有一堆 其實他們開頭在湖溫年代是講演證論的 突然間很厲害 習總上台就全部跳了去中國 有沒有看過柏洋的知智通鑑 其中有一個柏洋版 有一個很過關的詞語 叫姚美系統 總之誰坐在皇帝的位置 叫你三夫萬歲 你就會三夫萬歲 就是姚美系統 就是這樣 中國有很多文人 完全沒有道行 就是這件事 當然有歷史背景 當日他們在西方 吸收了一些本身西方理論家 對西方社會的批判 當自己可以批判他 人家是基於一個很不同的立場的批判 不是基於中國的立場的批判 很奇怪 其實偷天換日的事經常都有 移花折磨 中國最厲害搞什麼 就是搞山寨 理論都有山寨 沒有所謂 略略我講幾個重點 他們的理論 因為這個就是 有一種東西 就似乎之前看強世公說的那本 中國香港 牛津出行者幫他出的 強世公就是寫白皮書那個 他也是屬於大陸的法律系統 現在應該好像在北京的法律學院 之前在中聯辦寫掉下來 他幾年都在香港 應該最敏感的幾年 就是梁振英 他幾年都在香港 這一群人寫的東西 現在有一種說法 就是中國就是這個 強國崛起 天下官 就不是秦始皇的天下官 就是秦始皇的天下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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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西方這個 以民族國家為這個 已經過時落伍了 自從有聯合國之後 已經不知道要做什麼 過時落伍了 就這樣說 中國 中國就是從來 一個文明型的國家 就不只是被迫接受西方的一種政治 就是他要完全推翻孫中山那一套 是啊 明白為什麼 就是穿華服穿得多 不肯穿中山裝 沒錯 他們已經是了 都不是short 很正常的反應 主旋旅 不是主旋旅 什麼情況大家見過 就是日本在二十年代 國水運動的時候 要推翻交火全盆西化 要走國水 就是大和雲 原因就是西方來的一套 已經被日本超越了 日本天皇制度 才是最優越的 聽過了 接下來的三十年代 德國和意大利 有納粹主義 才是最優越的制度 德國人才是最優越的人種 納粹興起證明了西方民主已經玩完的 又聽過 撞你了鬼 有沒有新意 其實不要那麼山寨 不要那麼山寨 你只要推翻人家已經建立了的東西 然後說 我這個才是最威 那你就威爆它 等於現在推翻孫中山 有本事 孫中山就說中國不行 五四運動就說 全盆否定 我不要說全盆西化才算 否定了很多 包括孔家店都要打倒 基本上整個國民革命 是在於要和中國古代來一個一刀切 現在你說不是這套 又不是德先生 又不是蔡先生 又不是蔡先生 撞你鬼 返回傳統中國的德字 那就留一條鞭 德字 撞你鬼 從來都不是說德字 孔老夫子是不是這樣說 他說自己是 孔子死無對證 所以他國內的一些比較系統的論述 這幾年我猜是有官方的成份 只要講這一套 中國是著重天意 一黨政治 就是長期以社會最整體利益為歸 避免黨爭 這句笑爆嘴 盧澤東自己說的 黨內無派 是黨內無 其餘其古怪 只不過你不是用人家的黨爭的形式出現 你也是共產黨打著紅旗反紅旗 這些不是黨爭是什麼家科 你何時見過美國總統落選會被人抓去坐牢打把 好嗎 這些不是黨爭 你說人家的黨爭跟隱 你那些黨爭跟隱 不如這樣 美國總統選舉 落選會被人抓去打把 好嗎 跟你看看 學完你了好嗎 神經病 所以你認真點聽 其實是沒東西新的 是笑話 基本上他們還配合了復辟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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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臨天下 軍臨天下 又撞你的鬼 又是要習大大去清算你 公元港復辟 不如搞囚安會 搞六君子 然後勸進入中華帝國 鴻獻幾年 他快來了 鴻獻幾年 習獻幾年 習獻元年 好嗎 發中國夢 正 不要再有什麼憲政夢 習獻元年 做中國夢 好嗎 好嗎 正 這些看上來好像 鬼五馬六馬 有很多 掩掩掩掩掩 問題是有一句 Pendulum經常說 鐘擺理論 你總會有一個時期 會扯回到某一邊 一邊有什麼家方 就搞復辟 不簡單 其實中國也試過 羊毛運動 其實是同志中興 而羊毛運動 表面羊毛實際上很重要的主旋律 有什麼家科呢 就是中學為體 西學為肉 基本上基於不想改變中國文化主體 然後通過吸納西方科技 來大硬一點 這就是西方文化侵略的 思路沒有變過 基本上就是 這個所謂富國強兵裡的羊毛運動 一模一樣 所以五角有什麼特別 大家讀過歷史就知道什麼 他也是拒絕去承認 拒絕西法 拒絕承認 普世秩序 普世文化 當時西法就是普世 他今天也是拒絕的 日本為何要學西法 日本要普世 他現代化 日本是現代化的過程 所以你發覺日本去外面抄了很多東西 不是完結 他有修改改良 適入日本的國情 諸如此類 所以你發覺什麼 明治天王下面的憲政改革 諸如此類的債 其實是抄西方的 抄英國的君主立憲 說明是君主立憲 所以他是虛軍的 但內閣是實權的 雖然說你是貴族共和 但也是選舉產生內閣 所以別人學這個憲政 學得比死竹 後來就因為1930幾年 1920幾年 經濟大蕭條大衰退 才一面倒去一行君國主義 也有物極必反的情況 當你認為民主政體 解決不了你的問題 就攬極權 那時候1920年代 都是經歷了一個普世的民主退潮 普世民主退潮 威馬共和各方面 歐洲攬炒 低落到極點 德國、意大利 法西斯興起 法西斯興起 蘇聯 極權 其實是一樣的 此消彼長 當世其實也有這樣的感覺 但那個形勢有少許 本質不同了 什麼家科呢 民主並非真正退潮 搞清楚這件事 雖然說特朗普有狀態 但他仍然是民選出來 但他搞清楚這件事 你只能說西方有一些 左翼思想退潮 這個我同意 有部分所謂普世退潮 這個我同意 世貿那種完全沒有限制的貿易 這種所謂沒有 迫你那些是 有退潮 這個我同意 但本質上 西方的民主憲政國家 他並沒有衰落過 不像二、三十年代那一種 是很大分別的 所以你看到歐洲 他仍然有民族政黨出來 說要開始排外那些事情 但你會發現其實整體秩序 不是太大改變 這個很清楚看到 所以不要黏心妄想 以為現在等於一九二零年代 你可以和我玩復辟開玩笑 判斷錯誤 極度判斷錯誤 況且另一個更加判斷錯誤 又回到剛才的老話題 當你這個所謂民族主義 這麼亢奮的前提下 什麼都玩戰狼 要唱國歌 第二有一個很大的前提條件 跟以前是不同的 你想清楚 國力是強還是弱 當年滿清的艦隊 全世界排名有位 大過日本 和美國差不多看齊 想清楚 當時滿清的綜合國力 不論經濟也有 軍事也有 並不信息於任何列強 並不信息於任何列強 請問中國今時今日的綜合國力 排第幾話 和印度的衝突 是用擲石頭來告終的 排第幾話 所以很明顯看到 中國今時今日有沒有條件 講強國 連當年清廷的條件都講不上 只不過欠什麼 欠一個外敵 欠一個外敵 這麼簡單 有本事打獲金 如果連貿易戰爭 這麼明顯的都不敢打 你真的實戰開槍那隻 他是不是真的這樣打 打不起來 打不起來 第一 我已經說了 你沒有石油儲備 第二 你沒有糧食 說別樣口 沒有了 所以到底有多真 很多人都問 其實這樣好像 我們前幾段都說 好像他又真的玩法西斯 他想玩法西斯 問題這一隻就是 紫老虎式的法西斯 不打仗的法西斯 是紫老虎式的法西斯 他是想不戰而屈人之兵 因為他根本不會有本事打 你明白嗎 所以他發覺 在填海造島 諸如此類 玩完了 寶女 就是示威而已 你照行走行走過 看來你什麼河 沒什麼 就這麼簡單 他依然怕你貿易禁運 依然怕你封鎖 依然怕你抵制 他依然怕很多事情 在這個前提底下 你說什麼強國 所以你發普京 是世界上最冷靜的男人 反正他已經割了三百多萬平方公里 整個代 有你來靠我 原才你來靠我 什麼你都靠我 軍事科技你也靠我 真是你傻 等著收 等收片 世界上最冷靜的男人叫普京 而第二個冷靜的男人叫侵侵 侵侵說我打麻煩 一定贏 很容易 很容易 所以基本上這些你說的狂人也好 怎樣也好 問題是為什麼這些狂人狂得起 他就明知道你中國是子老虎 對付戴耀廷那些是救惡死 你對銅鑼灣書店那些 拉人風艇是救惡死 一個瑞典公民是救惡死 你夠了才打瑞典 不用指揮 也是這句 所以這個就是實力外交 如果像馮博所說 現在回復二十年代 那種國際形勢的話 有一件事大家也不能忽略 就是二十年代回復再先前 十九世紀末 另一個時代 叫做卑斯麥上台 他不跟歐洲和平秩序 創造了普魯士帝國出來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前提 什麼加科 就叫做real politics 就叫做真實外交 什麼叫做真實外交 就是有槍 就這麼簡單 real politics 也就是說 你有本事 弱肉強食 你就霸地盤 當年德國強大有原因 霸到地盤 我要打法國 又打贏你 我要打波蘭 又打贏你 我要打誰都打贏你 沒有人敢跟他打 在這個前提下 他就有權講數 他自己可以決定遊戲規則 那中國為什麼現在沒有辦法 決定遊戲規則 你不論軟實力也好 硬實力也好 甚至軍力也好 都說不上可以主導任何東西 所以為什麼上次發覺金三世外訪 上次你也說 金三世外訪 到底真正得益的是習大大 還是金小肥 我覺得小肥已經拿了他要拿的東西 一個漂亮的收招 最後給你面子 給你面子 給你面子 其實出了要脅的清單 和餓來打劫是一樣的 因為北韓更窮於中國 北韓所有糧食都靠中國接濟 現在我擺平美國佬 你是不是不結帳 你不結帳 我跟特朗普談帳的時候 就不遇到你了 揭後語就是這句 我來跟你說 所謂朝禁 我要見習大大 習大大沒得不見你 試試你約習大大 那你會吧 我要什麼時候見你 反正關鍵時刻 朝鮮和美國的真正談判前夕 真正談判前夕是什麼家科 不要以為我要請示你習大大 要講什麼家科 金仔自己有一套 他說明有一套 俄羅斯也在後面 中國也要支持他 免得直接對美國訊息說出 否則直接對養美軍 他負責緩衝的角色 他拿什麼條件 人藥盤牌 他拿這個安卡費 因為他沒有五千萬 三、三千萬左右 他養了近過百萬兵 你明知錢 明知誰聰明他 他那些人窮 你聰明他要聰明他 那些叫維穩費 當然是金家食了 他老婆全部沒有名牌手袋 明白的 他們一個二個 外國讀名牌大行 他自己也是 金金他在瑞士讀貴族行校 你懂法文 不要小看他 所以其實他不是傻子 反過來看看形勢是什麼家科 拉一個打一個 他只能全部玩完 你中國不給他面子 他跟俄羅斯講數了 你想清楚了 如果他接受俄羅斯援助 不管是中國踢開你 那中國怎麼辦 基本上習近平處於下風 貴地棄住 巨報開了瓶酒都幾百萬 還要被巨人複合 被人踢爆了 死了 要這樣的條件 招呼金三世 誰持有裝 誰持有限 但心會有心 他都拿命來玩 他玩得起 那你不可以 我幫他了 他用命來玩 他隨時被人起 死無葬身之地 是啊 他沒有退路 他很聰明 他很聰明 他在富貴險中球 我不想退路 我就在自己家裡玩核彈 夠膽就炸 沒有他收 基本上你看到中國 其實很淒涼地 要毀曲求全 要支持金三世 誰強誰弱 誰裝誰都看到 原因就是 現在他有本事 直接跟美國人講數 美國人如果跟他講數 中國在哪裏 上次也講過一個中國的惡夢 就是兩側 似乎他有機會重複蘇聯的死法 就是用美國跟你進行一個軍備競賽 然後在旁邊經濟上削弱你 然後在你旁邊的衛星角入陷 當年美國人玩死蘇聯 就是阿富汗 中國一回事 真正令他出血 不是中國 中國輸血給他 很可憐 你搞清楚 哪裏令蘇聯大量失血 就是阿富汗戰爭 基本上美國人不用直接動手 他賣飛彈給恐怖分子 你已經玩下金了 中國是否沒有這條件 有 你疆獨就來 藏獨就來 蒙古那些傢伙在外面 正在吹這個旗 所謂五毒頭流 剛剛台灣發生的 你知道怎樣 他火遮眼了 有虛有實 最惡的就是戴耀廷 他唯一能動到你 我就老闆這樣想 他未必是劍子 我屌你 就只有一個人動你 唯一出氣 全部都是境外 唯一辦法戴耀廷出氣 只有一個人 如果他們說殺雞警猴 可能是對的 不過就不是香港其他人 人家拿著笑 你殺不到雞警 不能後 什麼猴子在外面 你殺什麼鬼 那些猴子在台灣聚會 是啊 夠膽你打台灣 笨 那句 他只有一個人 可以讓他回香港 找那些人來做他 就是戴耀廷 其餘那些全部都是猴子 都在搶走 所謂殺雞警猴 像馮波所說的 真正的猴子在台灣 還要有個猴子結盟聚會 猴子結盟 花果山聚會 所以五毒合流 其實是中國的惡夢 即是剛才說的 如果現在有人運武器 進去新疆 讓他東特決斑 份子 起義會發生的事情 中國煩得你快點 所以你看到新疆已經是軍事管制 全部是軍事管制 基本上管不了 另一件事就是 他亦都 雞仙蛋仙的問題 為了去鞏固 移民實邊 移民實邊 漢人大量流入 也是的 可能激化了本身的人 覺得可以和平共存 都覺得不搞 你侵蝕了他的生活 將最和平的學者都被拘捕了 對嗎 他說可以有一個共存的第三種路線 都不行 不行 你必須要接受殖民 有不可能連和平港的人都被拘捕了 還好笑 之前有幾個拘捕的不是說這些 是普通人 就是自己電話談想移民 對嗎 說移民 移民 即是不效忠 不效忠就拘捕你 好 習大大的女兒 都遇了民 怎麼辦呢 移民要拘捕的話 我想這樣的尺度的話 普通人大紅 好過一件事 假如今時今日有人在線封點火 只可以新疆派武器搞定 你玩完了 你已經 西藏太和平 你給武器那些自焚 以為流亡政府還在印度 你以為西藏人聽誰說 聽他說西藏人好像不是那種模式 相對來說不是 不是伊斯蘭恐怖分子 好像威脅大一點 問題是有人帶頭 其他人會不會跟進 你自己想想這件事 我還不乘機宣佈獨立 當年十八省獨立也是這樣來的 難道真的有人打到他們內陸 沒有這回事 問題是清廷一塌 大家宣佈獨立 玩完就這麼簡單 其實中國基本上最頭痛的一件事 就是很害怕重蹤當年滿清的複設 就像你所說 兩頭不道岸你怎麼搞 即是你兩頭不道岸怎麼搞 他的解體是會全方位解體 現在未知才有空 因為最慘是清廷滿清解體 你環有孫中山整個民國出來 你還有一些軍閥沿西海 以為是撐著局面 誰就是撐著局面 真的不知道 難道你現在說薄熙來回來撐著局面 還是江澤民一百歲不死就撐著局面 阿士永恆 江澤民練了法輪功水武士長 有可能 江澤民神功 基本上現在這種情況 中國最怕反而不是對外 正如剛才所說 因為數字有一點是很清楚的 假如中國對內的維穩費 居然比軍費大 你認為最主的敵人在外面還是在內面呢? 就這麼簡單 其實整個蘇維埃的黨國體制都是有這樣的傾向 他那個幹部對人民的比例是極高 原因是因為他需要在體制裏監視和吸納 這個跳歌層來說 金官徒為何變得禁書 慶勝於危機 就是說這件事 你永遠會有一個臨界點 就是官員和人民的比例 當你是用強權來治國 就是所謂的優越模式 當你用強權來治國的時候 自然不可避免的官僚體制一定會爆炸性膨脹 因為你要這個官去管住那個人 那誰管住那個官 那些民人管不了官 派多個官去管住官 當你所有社會運作都要靠官方諸道的時候 其實你民間的自行調節功能完全喪失 在這個情況下的惡性循環是甚麼 你的官本位要越來越強管到越來越小 在這個情況下 有甚麼可能官和民的比例不是爆炸性脫軌 就是這樣來的 在古代還有一件事未去到現代嚴重 因為科技水平、物質水平沒有去到那個位 所以在中國古代去到原這一級已經不行了 他基本上是一個庭長、當地人講素的 是鄉親來的 發宿來的 那些全部都發宿 現在是鄉親的 但是現代中銜民共和國有一個特別的不同之處 就是他將所有在院下面基本上有能力滲透了 即是剷除了你的地方 他優先對付基層組織 所以當年大躍進其中一件事就是要你搞集體制 就是將你穿一個等級的所謂的毀滅了 毀滅了 基本上中族消失 沒錯 在傳統地方中國 如果以簡單來說你去香港那些圍村 你基本上去找發宿那些朋友就知道 其實是很傳統的中國模式 所以為甚麼就是當年你中國即使所謂中體崩潰 沒有一個朝代興亡 經常都可以重建社會 重建的模型和元素在哪裏 就是在中族裏面存在 在鄉親父老裏面存在 所以發覺中國的朝廷其實是鄉親父老的放大板 這是中法制度 就是這樣來的 問題是這個是不變的永恆 如果破壞了這件事正如共產黨所做的 中法制度已經破壞了 文法都已經破壞了 再老作一個孔子學院回來 這些是孔子的說法 人家孔子沒有了肚子養 你沒有了中法制度 你說甚麼是孔孟思想 沒有了這個前代 有件事挺有趣的 就是說養老問題 人們都被握出來 最初是說不用擔心生了 但國家又養起 不要將責任推給國家 無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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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生到兩個 生到三個 自己贏自己 要養不起 其實中國的家庭已經崩潰了 中國的惡夢就是政府的惡夢 你發覺 有時候鬼拍到尾枕 當是笑話這樣看 但其實這件事是很現實很尖銳的 就是當年 在鄧小平年代 中國依然相信自己是政府萬能 現在夠膽死出聲 承認的事實就是 你不要把球推給政府 政府不是萬能 你想清楚 你說現在是國勢強 還是當年是國勢強 已經有評論分析過 當年鄧小平夠膽死 和你盡力打破越戰 鄧小平還敢開槍和你打越戰 現在呢? 沒有人這樣 原因就是 你一個二個都是二世祖 一來 你的兵全部是買位賣上去 他怎會跟你拼命 他死了 怎樣回收投資 你想清楚 其實今時今日 中國國勢的危險程度去到哪裏呢 鄧小平當然都不如 如果鄧小平還要韜光養父 你憑什麼跟我說要重建帝國美亡 我反而這樣想 可能就是 他不這樣搏 可能會死硬 即是說 我戴你吧 他有機會是 他有機會是 感覺到 因為在 有些說法 其實就 堆壞完蘇聯之後 下個應該到他 是啊 原本應該到他 他避過一劫 鄧小平 改革開放 開放 現在西方就是 說你騙我 你吵子彈 現在人家來跟你計算 新白國聯軍 歐盟也支持美國 是啊 還有 有另一件事 驅逐俄羅斯外交 基本上 一致行動 一致行動 西方針對這兩個 想挑戰西方文明 以西方為主導的普世文明秩序 很清楚是站在同一陣線 新的八國聯軍是有機會來的 看看怎麼來的 問題是 都會代理人戰爭打氣 八國聯軍不會這麼快直接動手 還有朝鮮 還有越南 還有台灣 還有印度 還有五獨 還有五獨 大把人來打你 五星紅旗上面的四顆星 大把人來打你 裡面 好像你說的 藏獨僵獨已經在 有什麼問題 要令你中國全包散不難搞 西方到底他有下幾大的決心 似乎整個西方輿論都 剛剛之前看剛好那一期的經濟學人 嗯嗯嗯 簡直都做了一小 就是說你稱帝 一稱帝大家立即好 感覺到 感覺到 這些細節 有那句 見過了 這個是被人定位你是新法西斯 是呀 是法西斯 新法西斯 如果人家之前已經交學費 不一早打倒他 他要付出這麼大的代價 你想想別人會做什麼 不就是打倒你 一定要先出手 基本上這下 我發覺又是那句 想想怎樣過難財 這個認真 西方似乎形成了一個輿論共識 有共識 已經有了 有共識 清除你的孔子學院 說你是外國代理人 是呀 澳洲的動手 基本上抓裡面的內奸 澳洲的動手抓內奸 那裡的情報系統 相信已經在做事 全世界都警醒 有沒有留意現在說 入境美國要拿簽證 他要看你所有的 社交媒體 紀錄 有沒有留意這件事 就是 就是 很簡單 千萬不要說 一邊說愛國 然後你走到聯絡國 收買非洲友掌 他就知道你那些人玩這件事 基本上已經有輿論共識 他不當是麥卡錫主義 他不覺得是這件事 反過來他知道 現在面對著新納粹的崛起 他們要小心一點 他們應該做事 之後會繼續收緊 香港依然站在這個矛盾的最前線 然後要回來 香港給予的支持 看來西方輿論方面 也會多少少留意關注 這是事實 他肯定會 基本上邏輯就是 總之敵人就是朋友 永遠都是這樣 香港人應該如何自處呢 蕭公所說就是 先發財 先發財 不要管 你這麼多幹什麼 不論如何都好 一定要想發財 第二 就是固有的自由 我們當然繼續堅守 說得不就說 有很多事情要做 這個稍後或者下一輯 我們再馬上跟大家說說 差不多時間 先前都劇透了一點點 大灣區戰量 上一集我們說 你不要永遠講手勢才行 你主動權在哪裏 有沒有想過 所以下次回來馮博 看看哪個嘉賓有空 香港不要只站在死守防線 這麼簡單 有很多事情可以主動出擊 甚至四面聯絡都可以做 今晚就是這樣 拜拜